大家好,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小军台湾plus这个节目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美国大选的后续的状况 美国大选已经在11月5号美东时间结束 那这一次的开票,爆票的结果呢 基本上就很快出炉,比我们想象中快 川普也最后以312张选举人团票 能够获得第47届总统的宝座 那他按照美国宪法,也是只能做4年时间 在4年后,他也会离开总统这个职位 那这4年里面是一个关键时期 因为他是完全执政 那现在可以肯定的参议院53席 那众议院过半超过218席的机会非常大 那我们看到完全执政已经是如此 而且更重要的是台湾要怎么面对川普的政府 那我们可以从一些基本的新闻讲起 再讲到什么叫川普主义 那我们知道现在要面对川普来讲 很多台湾的很多专家就觉得 第一个,怕怕的 因为台湾比较容易跟着重外交领域的一些管控分歧 那个避免战争 那种比较能够既竞争又合作 设置护栏的那个美国政府的外交团队合作 川普呢,是不按照外交系统的牌理出牌 他有另外一套牌理 但很多台湾人没有看得穿 别人笑我台风颠 我笑他人看不穿 那现在这个情况就出现在川普身上 大家有读懂川普吗 我们先从一些基本面开始讲起 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他的情况 第一个,他的团队正在形成过程中 第一个任命是白宫的幕僚长 白宫的幕僚长是很重要的 用大家熟悉的术语来讲 就是大内总管 那这个大内总管是负责很多事 安排总统的日程 见谁,谁能够见他 还有那个不同的人员之间的调配 等等 他是White House的Chief of Staff 白宫幕僚长 所以这个白宫幕僚长呢 他是Wayles Susie Wiles 那这一位是在雷根时代 已经开始展露头角 帮助很多共和党籍的人员 在那个选举里面能够获胜 包括Rick Scott 这一位共和党的现在新任的多数党的领袖 Rick Scott 也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人员 受过那个这一位低调务实有能力的 这个Wayles 威尔斯的支持 这位女性呢 现在已经非常大的年纪 但是她呢 却能够帮川普赢得这个胜选 你看到这一次胜选里面 很多的环节 都是Wayles 跟他的团队的成员安排的 麦当劳 那个垃圾车 跟那个Joe Rogan之间的 那个博客的那个见面 基本上都看得出 他竞选的手腕非常厉害 所以这个是Wayles 我相信这个是德高望重 也是很多川普团队的人熟悉的一个人物 另外让大家感到意外的 可能是关于蓬佩奥跟海利 尤其是对于蓬佩奥 没有办法得到川普的重用 而且更奇怪的是 川普在形成他团队过程中 为什么会发出一个讯息说 我不会启用这个蓬佩奥跟海利呢 他大可不说嘛 那这个引起大家的狐疑 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不是川普跟他们两个翻脸呢 那我答案肯定不是 川普是一个很直来直往的人 如果他真的跟你翻脸 一定骂冲你 比方说他当年骂保顿 骂彭斯 就骂得非常凶 但对于那个蓬佩奥跟海利 并没有这个情况 没错海利曾经跟他 竞逐过共和党的党内的提名 但竞争是良性的竞争 合法的竞争 这个情况川普完全不会放在心里 那之后很多的初选时候的 风风雨雨已经平息了 所以看到川普写这个 那个文章的时候就写说 我会用前国务卿那个蓬佩奥 跟前联合国的大使 驻联合国大使海利 谢谢他们当年跟我一起 为国家服务 那我们也会坚持一些重要的原则 未来让美国再次伟大 所以整段里面没有批评过他们两位 而他们两位呢 也是很快发出声明 比方说海利说 我很自豪 能够曾经跟川普在联合国 一起捍卫美国 那我祝福川普跟他的团队 巨大的成功 推动迈向更强大 更安全的美国渡过难关 那蓬佩奥呢 他说总统先生 我也很自豪 那个能跟你一起工作 正如你所说 我当我们上一个礼拜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制定了 使世界更安全 不会爆发新战争的计划 美国坚决拒绝 拜登跟卡玛拉 外交政策 我们有责任 再把美国放在地位 所以他们有意思说 我跟川普是有话谈的 那为什么川普还不用他呢 那是不是有一些个人的恩怨在里面呢 有人说 那个蓬佩奥也曾经进逐过白宫这个位置 甚至不是有个故事在社会上面都流传吗 川普他应该有个地图 说蓬佩奥也要跟我竞争吗 你在那个地图上点一点 随你点任何一点 你点的时候 我在那边举办肇事道会 你也在那边办个肇事道会 看谁人多 谁来当总统好不好 那蓬佩奥就不干了 因为他知道川普的那个人气跟财力 人气产生财力嘛 都远远比他高 所以他也知难而退 但是蓬佩奥跟川普没有翻脸 你看这一段文字你有讲清楚 那为什么不用呢 那知道那个华尔街日报 在10号的社稳里面是这样写的 两个理由 第一个呢 是川普自己团队里面的人 有些人不喜欢蓬佩奥 包括川普的儿子 Donald Trump Jr. 小唐纳不喜欢蓬佩奥 还有那个前福斯新闻的主播 Tucker Carlson就不喜欢蓬佩奥 那他们因为两个人都基本上捧 现在的副总统的当选人 J.D. Vance 范斯成为那个川普的副手 所以希望巩固 2028年呢 那个川普能够那个卸任之后 让范斯能够成为代表共和党竞选的人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半信半疑了 我认为说他们两个对于蓬佩奥的某一种 对于川普的批评觉得嗤之以鼻 比方说那个当年国会山庄调查的时候 蓬佩奥是有点靠向这个要调查清楚的这个看法 甚至觉得说这个选举是不公正的 蓬佩奥基本上也没有说非常 那个让川普觉得说很爽的话语 他就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 不评价的道理 那第二个理由 那个华尔街日报给出来的 就是说 他认为海利跟蓬佩奥 都深深相信美国全球的那个情况 要保持一个领导地位 实施一个全球主义理想主义的政策 支援乌克兰 那支援北约也是那个对于印太有非常大的一个关注 反倒是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面 跟川普或者有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这个情况也引起比方范斯的阵营跟蓬佩奥阵营 彼此的一个意见上政见上的不一样 那的确有这一方面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说川普不用的人 不要用一种叫做中华沙文主义的眼光 或者说用那种华夏的那种叫做思维方式来理解 并不是非敌即有非有即敌 并不是你不在我团队里面 你必然是我的敌人 用在核心团队里面 都要彼此之间互相合中共济 彼此之间有信任关系 那蓬佩奥跟这个核心团队在这个时刻 没有达成这个信任关系 先不用 不代表以后完全不用 也不代表说明天 川普不可以跟蓬佩奥谈话 彼此之间会讲一些国家大事 所以大家看得到 并不是他用的人才是他的朋友 不用的人只是一个垃圾 或者一些敌人不是用这个方式来处理问题 那我们也相信了在未来的情况下 那个蓬佩奥还是担任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在那个美国的外交的经历上面 分享非常多的经验 我也相信未来谁当国务卿 无论是Mark Rubio也好 Robert O'Brien也好 还是另外一位 或者谁当国防部长 都很多事情要请教蓬佩奥 那我相信这一些是不会中断的 那另外一个重点是 那个你驻联合国大使 有谁来担当呢 那现在CNN就传出 是有40岁的现任纽约州的众议员 斯特凡尼克 Alice Stephanik 来当上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他是现任在共和党 在那个众议院的会议的主席 也是兼任军事委员会 跟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成员 那大家看得到他有参加一个 跨党派的组织 是国会台湾连线 非常挺台湾 他也是可以说跟台湾 成为一个坚定的盟友 也是非常对抗中共 对抗中国 非常强硬 他在2022年就两年前 公开支持武装台湾 就是卖台湾更多好的武器 准时交货 而且 抨击拜登政府 对中国立场过于软弱 那他在9月 也主导推动反制中共无人机的法案 将中国大江集团的产品 列入禁用的产品之列 可见他是非常的 对中共非常的重视的重点 抗中是非常重视 那你看到到他在那个 以前2016到17年呢 那对川普还是当时有批评 有保留 当一开打贸易战之后呢 他对川普慢慢从反对 保留 转为支持 那当2019年川普被弹劾的时候 会川普辩护 被川普称之为共和党之心 一年之后 2020年呢 当时有国会山庄的事件 众议院就开始 要不要认证 拜登成为第46任总统 当时呢 Stephanie就是反对的 反对这个认证 基本上支持川普 也认为到现在来讲 这个选举是有舞弊的状况 不论你相信与否 这个就是他启用的人 那这个人可能抗中保台的力度方面 一点都不弱 那问题就来了 那我们在四年前 2016年的12月2号 122 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当时的总统蔡英文 接到一个来自川普的电话 那彼此谈了十多分钟 川菜通话 那个时候是震惊全球 也引起当时啊 习近平的一个关注 那这一次也会有这个川赖通话的空间吗 那之前传过传言说 赖清德主动打电话给川普 那现在赖清德跟总统府的 那个发言人都说 没有这回事 那问题来了 就是在那个未来两个礼拜 两个月 会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尤其在明年1月20号 川普就任之前 川普会主动打电话给赖清德 大家知道说川普已经跟 那个乌克兰的总统啊 就是泽连斯基 在上个礼拜 都通过很长时间的话 那另外也跟那个日本的首相 石破茂 那刚刚他也度过一个危机 成为第二次组阁的一个 日本首相 但是是非常显盛的情况 能够成为日本的现在的首相 那现在的情况 石破茂跟他讨论了五分钟 因为川普正在开会 石破茂就不好意思打扰川普那么久 就跟他讲一些基本面 就是说中国你要加60%的关税 但日本是美国的盟国 应该不要你要看待中国态度 来看待日本 那当然美国不会用看待中国的态度 看待日本 美国也不会征收日本60%的关税 但是如果你要征收美国关税 对等反制 还有齐头式的10%关税 这个一定会有 那怎么样去减少美国关税战 对日本的冲击 日本也要好好思考 台湾其实也要好好思考 好 石破茂有讲到 那个尹锡悦也有讲到 甚至普丁也有计划 未来讲 这件事情已经讲过了 但是问题是赖清德呢 我们的总统呢 那我们看到 那个赖清德通过 我们驻美国的代表 余大雷 也是转教正式的贺涵 给那个川普团队 那我相信也会要约 我相信也会要约 彼此的沟通 我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还记得说 前一阵子 当那个余茂春教授 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也跟大家讲过 什么叫做first principle 就第一原则 第一原则是 一个国家总统 为什么不能够打电话 给另外一个国家的元首 或者领袖呢 那不论中国怎么看 不论俄罗斯怎么看 别人怎么看 总统跟总统的对话 领袖跟领袖的对话 有何不可 这是第一原则 所以四年前 不是四年前讲错 那个2016年八年前 就是当时打电话 给那个蔡英文 是第一原则 我有权打 为何不能打 要打就打 就打了 那这一次会不会说 那个对来清德也会如此呢 就看了 我觉得这个要看到 我觉得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 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如何 打跟不打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已经是铁定的 可能在策略上面 要有一些回旋空间 要有一些看待 习近平态度的回旋余地 所以打跟不打 不太重要 重要是说 美国会不会支持台湾 我刚刚讲到了 对于那个 美国助联合国大使的任命 可见他的团队 开始出现 非常清晰的挺台 抗中派 那如果这个能够成为事实 那范思也是如此 我相信挺台的力量 会非常强 一点不要忘自菲薄 说川普会出卖台湾 我上个礼拜 跟宋老师做节目 都讲到遗川论 说川普只是一个 交易型的商人 川普会出卖台湾 川普会让台湾的政策 现在也不确定 川普是一个希特勒 这些说法 我们都一一辩驳 所以以美论的核心 如果转化成为遗川论 也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不是要搞 川普的个人崇拜 我们要说的是 川普有一些事情 是好跟不好 不要什么事情 都抹成黑色一块 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 这是第一个 所以会有通话的可能性 你问我 我觉得我非常热烈期盼 这个通话能够产生 这是给全世界 一个非常的烟火 让大家看得到台湾 让大家知道说 台湾跟美国关系 坚如磐石 不会因为哪一个政党 哪一个政治人物执政 而有所改变 而我相信 川普对台湾的帮助 是坚实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还有一个 就是有一位联邦最高法院的 那个法官 叫做那个大法官 叫Sonia Sotomayor 那你知道说联邦最高法院 有九位大法官吗 保守派占三位 自由派 就是左派占三位 那左派自由派的三位 有一位七十岁的人 就是刚才Sonia Sotomayor 就是索托马亚 马越 索托马越 那这位索托马越 基本上他年事已高 那很多民主党的核心人 是说 你不如现在就辞职 因为一辞职 拜登总统就可以任命 下一个年轻一点的 自由派 左派的法官 避免 你如果在川普的四年任内 那个辞职 生病 或者说去世的话 那川普就会任命 保守派的法官 不只是六比三 变七比二了 所以这个也是 那个自由派得一步棋 但这位法官 还是坚持司法独立 我不是搞政治斗争的工具 我要继续留任 所以这个地方 也是被逼过去 那讲到现在呢 我觉得说 对于整个观念 要非常清晰的理解 那接下来当然要对于 川普主义要清醒的认识 那我也在这边重复一次 以前我们节目都已经讲过 我不能够详细的重复 但还是一个headline 一个标题式的重复很重要 川普不采取 汉比尔顿的 那个全球主义 不采取威尔逊的 理想主义 而是比较靠近 杰弗逊的那种 以美国为优先利益 避免不必要政治结盟的主义 也采取杰克逊 第七任总统杰克逊的 经济 就美国经济为本的主义 而不是输出一大堆 就是那个美国的价值 到全世界 但如果全世界 有些国家威胁得到美国 美国必定要取胜 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不留余地 一定要取得胜利 这个就是杰克逊 杰克逊总统的重要的一个情况 还有在十九世纪的一位重要总统 就是麦尽利总统 他是关税之王 关税 让那个美国从南北战争 到一战的时候 经济力大幅的上升 那你看到现在川普 就是要打这个强心针 这个是学习的对象 是麦尽利总统 那你懂得这一块 希望台派很多朋友们 能够好好去研究 这些美国的历史 不是只研究那些LGBTQ 或者是前卫一点的 后现代的 什么后殖民主义 这些都是末 当你研究西方的思想的时候 要研究那个本 那个本就是从启蒙运动 宗教改革 尤其宗教改革 不是只有启蒙运动 因为启蒙运动会走出左派 宗教改革会走出右派 两个都要研究 好好去思考一下 他们两个运动 产生的很多的思想 是什么 什么叫卡尔文主义 什么叫做宗教改革 从路德中 一直要研究到 那个长老教会 他们本身的基督教的组成 是什么样 从教会可以了解 什么叫自由市场 OK 什么叫公平贸易 什么叫基本人权 什么叫尊重每一个人的 各项的基本人权跟财产权 什么叫做国家的主权独立 整个想法 其实都是跟基督宗教非常有关 右派的权源 其实跟那个基督宗教的脉络 跟他的哲学非常有关 台湾是缺乏这一方面的研究跟理解 导致有很多的误区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最后呢 我举一个例子 让作为结论 我就很提醒各位 能够了解一些 看事情呢 看一个人 不能只看他表面 要看他整体 要了解他的过去 现在 性格 各方面的人脉关系 他的主张 他的言行 那我可以看到有三个例子 那这个是在英国跟美国都很流行的一个 一个说法 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引述过 有三个主要领袖 我就问你 有三个候选人 你会选谁当台湾的总统 A君 A君呢 他是一个老烟枪 他有两个小三 他本身呢 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问占星家 天文学者 而且他呢 也是跟一些 在那个 很多那个 在他共事的一些小妹呢 玩得非常不可开交 每一天呢 就喝八道十杯 Martini 这第一个 B君呢 B君呢 就被 他们国家的人呢 公职 就给他公职 公共职务嘛 就被开除了两次 他呢 每一天 八九点起来呢 就赖床 要人家地上很多的那个文件 他在他那个 床上 给他看 看到中午了 才起来 那起来之后呢 也是 非常混沌 而且他有那个 远行的时候 带那个 鸦片 膏 药碗 一颗颗的习惯 会吸那种鸦片膏 OK 偶尔会喝一些白蓝地 那基本上是 非常粗鲁 没有人喜欢它 C君呢 C君呢 就是被承认为一个战争的 那个 曾经真正的打过仗 眼睛也因为中过毒气 而感觉到不是 他是一个战争的英雄 他是吃素的 他也不太晚 那个男女绯闻关系 也没有一些不伦的男女关系 他呢 不抽烟 酒呢 偶尔喝几杯啤酒 所以 大概就这样子 请问A B C三位人 你会选谁 当你的总统呢 那如果你一看出来 你就觉得说 C 好 那我告诉你 这三位是谁吧 A君 是罗斯福 B君是丘吉尔 C君是希特勒 告诉大家 看人 不要看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五点 看他这个人大嘴巴 看他这个人呢 凶神恶煞 来把他肯定或否定 冷静 全面地了解 有关一个人的各项的事迹 而不是 听一些人在那边炒作 一些新闻出来 每一个人只要用足够的耐力 跟时间去研究这些人物 你才能够得出一个比较稳定的结论 比方说我 我在2016年 17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段时间 在香港评估日报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疯子 与骗子的抉择 当时我觉得希特勒 我硬看穿他是个骗子 疯子呢 就觉得说是川普 那后来我觉得说 我写错了 他不是疯子 他是有理路可以寻找的 贸易战是让我大开眼界 尤其2017年4月 海湖庄园跟习近平的会面的那一幕 让我大开眼界 那之后贸易战开打 那对于中国的态度 更让我非常的欣赏 所以呢 看人有一个认识错误的时候 也会有那个改变的时候 每个人的心呢 就放软一点 吸收新的知识 趁此机会 好好补课 什么叫Trumpism 川普主义 川普的生平 川普的治国理念 好好了解 成为一个真的 知川派 知右派 那个团队真的要赶快建立起来 台湾如果有稳定的这个团队 对美国的交往 才不会流于逢长作息 不会流于表面 而是有深刻的观念 跟价值观的共通点 如果台湾也有知美左派 也有知美右派 两个都有的话 台湾这个夸党派的实力 就会非常强 所以我希望台湾的外交 能够更上层楼 也希望呢 未来那个台美之内的关系 能够更加融洽 抗拒中共的威胁 守护台湾的主权 好 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下一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